我知道了!好吧!我就老實跟你說吧! お願いします!說吧! 我單身的時候呢 我在你媽媽所工作的店 然後就是 在你媽媽工作的店那裡 常常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後來就交往了 我就喜歡上你的媽媽 然後我們就提出了交際 店嗎? 現在想起來 媽媽曾經白天都在睡覺 晚上有的時候會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出去呢 那 恐怕 多分 posties 不知道什麼posties 就是晚上的客人為主吧 母子家庭 經濟比較辛苦 就是說要育兒就是很辛苦 那淑母則是結婚沒有 所以住在附近 然後呢 你的媽媽 就是黑骨石河就接受了我的那個請求 Kurutami Kurutami Mira 就是媽媽的名字 從祖母那邊聽過了呢 但是啊 我因為工作很忙 沒什麼見面 一個月就分別了 一個月嗎? 倒是挺短的呢 對媽媽來說 就是 難怪媽媽會說自己更沒結婚了 果然祖母說的沒錯 啊 然後呢 媽媽就生下了我 我呢 就因為父親的推薦 然後跟父親公司 社長女兒給結婚了 所以那個人就是晃的媽媽囉 那 何述你應該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 我就在高溪家的那個 就是到了高溪家 然後 很抱歉 請原諒我 是小時候的事情了 然後 有一天 有一天 從祕書那邊聽說了 我的爸爸想要找我 我就有不好的預感 爸爸就問我 爸爸 晃跟 晃跟我的 也就是晃跟我的祖父囉 爸爸就老實說了 他就說 石河那邊 要給他 這個 就是分手費吧 要說服他們 然後 就是說 給了分手費 可是結果 卻不一樣 他就把你生下來 跟約定好的 不一樣 好 本來是說 分手費之後就不能 就不生了吧 應該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 爸爸好像 他誤會了我 就是說 爸爸也誤會了我 以為我是在跟女人玩玩 然後呢 核樹你跟晃在同一個幼稚園 那發現到了你 所以我才發現到了你的事 然後 之後就把 那個 分手費 給了他 再考慮了將來的事情 最後還就想了這件事情 媽媽他 媽媽 媽媽起來啦 睡了兩天 好累喔 這是小時候 還沒變成高 高熙之前 黑骨石的事 來今天幼稚園被誇獎囉 太好了呢 真是的 媽媽起來啦 吵死了 別叫 頭腦轉轉的 媽媽笨蛋 Ika su goku 不知道什麼意思 蛤 Ida 好痛 Anda ne No.1 Post Hostess 媽媽是那個啦 就是酒店小姐吧 你在跟那個 第一名的酒店小姐說什麼 從哪學來的 真是 因為 隔壁的 樸鼠 隔壁的婆婆 真是的 小心點 來這是媽媽的塗鴉臉 那 誇獎我吧 被誇獎了 喔 你畫了我的畫被誇獎嗎 真是有卓越的才能 是遺傳吧 來 給媽媽看看 これ 這個 そんな サラサラして みないしてよ あのね 看起來沒那麼棒嘛 這被誇獎了嗎 嗯 畫得很好呢 嗯 不過跟你年齡差不多 加油吧 他說 下禮拜啊 是畫媽媽塗鴉臉的日子 我還會再畫的喔 這禮拜 這禮拜 今天不就下禮拜了呢 媽媽的塗鴉臉日 嗯 今天啦 是爸爸的塗鴉臉日呢 啊 是嗎 那麼 媽媽 嗯 畫得很好呢 何樹 好開心喔 謝謝你 嗯 啊 母さんに カズキの話したいることあるの ないしょの訳すできる 媽媽要跟何樹講一件事 可以保密嗎 可以 絶対ないしょね 絕對要保密喔 母さん 媽媽 真是個好爽的人呢 結果呢 當我發現這件事情 已經太遲了 我跟妻子之間已經有個孩子 就是晃 知道之後呢 石河和妻子背叛了他們兩個的孩子 所以我產生了罪惡感 就離開了妻子 然後呢 啊 我就想說 居然 沒有妻子呢 也許我跟石河可以再婚了吧 我是這麼想的 啊 就是说他想要再婚 然後呢 啊 我就背著 離開了那邊 然後呢 可是沒有想到呢 就是離開了家裡 回到了工作 可是沒想到那個時候呢 我的太太 啊 卻自殺了 然後呢 一直到遺體腐敗之後 都沒有人發現 就是 這邊應該 這邊劇情應該不會太難理解吧 就是 就是 金田銀無狼 就是發現了 就是主角的小孩之後 他想要 跟他的那個 跟晃的媽媽分手 然後想要回去 跟他再婚 然後結果 他就是 就是把頭埋入工作 然後都沒有回家 結果就沒發現 他的媽媽 就是晃的媽媽已經 晃媽已經 那個 那個自殺 然後就爛爛掉了 所以這就是晃所說的吧 Kakiraの母さんも この人のことが 好きだんだろうな 晃的媽媽 應該也很喜歡這個人吧 嘛 結果呢 就發現了 有自殺的痕跡 然後從警察那邊問 然後晃呢 就一直陪在妻子的身邊 一直看著太太的遺體 那麼吃東西 也沒有滿足的晃 他就說 殺了我吧 這麼跟那些警察說 晃他 醫師診斷結果 嘛 妻子確實是自殺的 但是呢 這個沒辦法解釋說 晃老是說的 殺掉的媽媽回來了 殺掉媽媽回來了 晃是這麼講的 おかさんの ちさとまれなかったから 是因為 他沒有成功的 阻止了媽媽的自殺嗎 幻覺大概是幻覺吧 他那個程度 醫生也是這麼說 幻覺嗎 晃看到媽媽的晃覺 是一個腐爛的女人 嘛 我有我的錯 色葉有色葉的錯 晃有晃他的錯 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可是我忘了 色葉也忘了 可是呢 晃卻怎麼樣都忘不了 色葉沒忘對不對 色葉沒有忘 可是晃卻忘不了 我啊 一直看著那個 塗鴉臉的人的臉 那麼晃卻是一直看著 他的媽媽的 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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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家晃比較可憐 塗鴉臉還比屍體好吧 我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我根本沒讓你們資格找你們這些孩子 就是之後呢就把孩子 就是沒資格就是管孩子 把孩子就全部加給了家政婦還有家庭教師 色葉沒有做錯什麼大事 色葉以為是他的錯其實不是他的錯 對 很像呢 我忘了 他就說 他就說 爸跟他很像 就是逃避現 就是逃避現實啊 可是我不能放棄責任了 這個人跟我也一樣 真的很抱歉呢 這個人對他雖然也恨 但是 啊 想了想 這樣回他吧 哇 現在已經有了 淑父跟淑母 還有淑母跟淑母 還有信賴的朋友們 今幸福です 我已經很幸福了呢 嗯 是嗎 這個人也愛著晃呢 以父親的方式 但是啊 晃呢 一直看著他死去的媽媽 沒辦法接受這些其他的現實 晃就拜託你了呢 啊 現在雖然沒辦法 但是一定哪一天 勞吉隆打 當然囉 這次我會全力 好好面對我的孩子的 啊 他這麼說 好像哭了呢 臭了臭鼻子 喳喳 僕はこれで 那我就 啊 就點了點頭 嘛 一陣子聽到了淚聲 情感也湧了上來 哇 你爸爸 這是你老爸 啊 真的比較老了 在玄關的門的時候 看到了 好像在哪回憶中的臉呢 阿里加多 謝謝 那 最後是個溫柔的父親的聲音 第一次留在了耳朵呢 啊 回到了房間 哭了一下下 那也不准自己之前哭了一下 總之把電燈關了吧 哇 痛痛痛痛痛 好痛好痛 十月二十四號水曜日 哎呀 還掉 還這什麼 手腕還掛著呢 今天就是 還把著繃蛋 今天是回學校的時候吧 啊 不啊 哎呦 啊 單手拿了毛巾 擦了擦臉 哦 好帥哦 主角你在帥什麼的 還紅眼 見る 看到了呢 啊 虛擬不見了 雖然有點訝異 但是也沒太驚訝啦 那 倒不如說 對沒有太驚訝的自己 感到驚訝 嘛 總之雖然沒對別人說 竟然總算有了 治豪的屍感 啊 不論是記憶喪失 啊 或是這個 視覺障礙 なんだろ この感覚 這個感覺 啊 是不是 怎麼 就好像感到 摸著自己的臉 啊 開始摸著自己的臉 眉毛 眼睛 啊 眼瞼 啊 眼睛 啊 鼻子 嘴唇 口 有啊 很適合女裝 齁 好像很適合女裝 好像不錯 摸一摸 沒有什麼奇怪的觸感 視覺跟觸感一致 看到了我的臉 這樣就 很像媽媽的臉嗎 啊 可是很像媽媽的臉 等一下你又想起來 你媽媽爆掉的臉了 幹根本就重複repeat 啊 啊 好久沒見的學校 啊 但是呢 學校還是很多人 有蓋著塗鴉臉 跟黑黑的東西 啊 總算沒那麼快結束吧 啊 嗯 因為被害者也被抓到了 不會來學校 那加害 就是被害者 加害者被抓到 被害者也沒有受大傷 就沒事吧 對了 在檢查入院的時候 學校來了很多的媒體呢 肯徵招 啊 在我們入院的時候 啊 他們就回去了 叫保護著保護著我們 然後呢 還簽了以後不可以隨便外出的試約書 啊 到校長室道歉 這樣總是避免了停學 那 色葉跟黃瀨入學成績很優秀 嘛 不過 因為這樣子 就不知道能不能再得到推薦入學了呢 況呢 因為家庭的探索的關係 就被送到了少年間別所啊 準備開始審判 啊 雖然不甘心 也有點不甘心了 啊 就說 這是這件試膽大事 哦 翅膀真的沒事耶 可是 等一下哦 大家都沒事 難道說 晃其實真的沒有惡意嗎 對啊 可是晃又打爆了他嗎 而且總覺得 好像還有什麼問題沒解決的樣子 啊 卡薩基想翅膀 高西 啊 啊 午休的時候 啊 我跟高西說話 很多人視線聚的過來 那一天 雖然 等等 陳奇 啊 的住院 啊 是到禮拜天吧 我們禮拜五放學去見他吧 那個時候在 好吧 我知道了 跟大家說吧 啊 干野附近也都是人呢 走口打一巴 然後我就一拳 啊哈 把晶田打在了地上 然後就揍他 然後我就喊著 高西陳奇快逃啊 哎 這傢伙 那傢伙之前 不對吧 他說的名字 よくもりやりがたな 我的仇之類的 啊 高西你來啦 啊 只是這樣制止他 好啦 過來過來過來 幹嘛啦 禮拜五放學之後啊 我們去找色葉吧 乾野爺來吧 啊 看他嗎 好啊好啊 那 總之這樣子 不愧他得救了呢 說感謝也不為過 哦 可是總覺得黃賴沒那麼猛耶 總覺得黃賴去掉都很普通 長得有點像美 美術 神梅的美術 啊 Coco硬盪打 在這啊 對啊 你在哪邊 他在地上 有啦 一開始還是靠他給的第一集啦 然後只是他打完 打完沒多久就被噴霧了 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幹嘛那樣無口啊 黃賴呢 在體育階段的上面 用著體育座 水塵則坐在旁邊 禮拜五 我們要去看色葉哦 赤板說了 要來嗎 黃賴點了點頭 黃賴賴不 去 烏龜也去 光賴賴不 烏龜比較可愛 剛可是有必要這樣嗎 哦 天速跳好快哦 總覺得色葉退院的時候 搞不好就有什麼秘密 因為...因為...因為剛剛...因為剛剛其實...欸?等一下喔!等一下! 那麼小時候殺兔子的應該是晃吧?因為晃剛剛最後不是有說一句至少有一個東西實現了嗎? 至少有一個東西實現了嗎?那時候小時候不就是要跟那個...殺了兔子然後許願嗎? 所以難道說其中一個實現就是這個嗎? 小溫不意外!不意外啊!小虧! 事件結束之後一個禮拜!在禮拜五!家族跟同學們都來了這!來看色夜! 哎唷!居然是睡衣耶!讚讚! 明天就退院了!大家還來嗎?明天退院所以今天來看啊! それもそうか!是嗎? 唉!你別陪他騙了!他一定推過來的啦! 總之啦!我是在學校因為急了大家!這時候大家來看你囉! 一個人一個人說都會混亂!那就一起說吧! 這是大家買給你的甜點! 哇!謝謝!之後開來吃吧! 你現在是怪我囉!怪我是不是! 沒有啦!你沒受傷吧!受傷還好吧! 全治要三個月!不過已經可以回學校了呢!慢慢治沒事的! 太好了呢!爸爸媽媽很擔心喔! 河樹!啊!你要跟我家的媽媽道歉了嗎? 矮呀!那個到...媽媽那邊聽來囉!爸爸把你趕出去了! 對不起呢! 啊!仕事ない唷!沒辦法啊! 嗯! Kazukiのせいじゃないの! 不是核樹的錯啦!如果我更好跟他們說! 媽!這次比起這件事情!先向色葉治好了! 啊!我有空的時候會再去道歉的! ありがとう!謝謝! 啊!學校中真是大大亂了! 媽! 你啊!就很囂張在那邊說著了! 有沒有說著那些事情!嗯! 對不起! 對不起! 小嶺! 沒想到會發現這種事!是!是!是我的錯! 欸!小嶺! 啊!你們這樣子!那我!那!那我只好撿! 撿!那個!撿走淑母了! 助手黃瀨!這不是誰的錯! 那傢伙只是單純的惡作劇! 他跟我們說只是惡作劇嘛! 糾斗!等等等等!欸!坊間不要那麼吵! 抱歉!抱歉!到走啦!吧! 啊!我覺得等一下一定又有什麼爆點了! 啊!在這附近來!來!你來!那個受傷人坐那邊! 怪我人就坐那邊!謝謝! 嗯! 啊!真搞不懂!那一天到底怎麼回事啊! 啊!それはたな!真的呢!很訝異呢! 就是那個東西啊!選了那個可是我! 啊!就是用碗粒搬的那個墊子! 閉嘴!啊!你在講話會讓他混亂的! 你不是想聽嗎? 我們照順序解釋吧! 嗯!謝謝! 一開始啊!已經發現了是! 最初發現的時候是那個試展大會一開始想到了! 啊!內容呢!是金田跟黃賴去想的! 然後呢!幫忙的則是我跟乾野! 水城呢!啊!則是因為金田的關係!啊!不參加! 然後呢!目標呢!當然就是高熙跟陳奇囉! 哇!主角真的有夠潮欸! 真的很像!很像伟娘! 嗯!不過我都不知道呢! 啊!真是抱歉啊!之後我會再跟你說的! 總之現在先講那個預定! 嗯!請說! 嗯!想要殺我的計劃!人數有點太少了吧! 為什麼晃...要...要這麼大費周章呢? 欸!他有什麼? 喔!他是說!如果想要殺我的話!應該是人越少越好啊! 為什麼晃要這麼大費周章找這麼多人呢? 沒有啊!不是!不是搞笑的啊! 今年想了很多!嘛!我就搞不懂了! 總之呢!啊!乾野主要是準備意! 然後...從演具部那邊借了把刀! 就是按進去可以縮進去的刀! 也就是按下去會縮進去刀! 所以那時候赤板你的肚子被刀! 沒錯!那把刀就是!是個玩具啊! 那麼...那個...長流那些呢! 啊!那些是牛!那些是牛內臟啦! 就是跟肉汙買的! 那紅色的!然後那些食用紅色素做的血! 喔!受不了!我上個廁所!等我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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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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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